豌豆好吃营养,但是不易存放,再不吞一些可就真的要下市了 等你再想吃的时候,超市里的冷冻豌豆那可不止贵了几倍呢 豌豆属于杂豆类,碳水化合物在60%到65%左右,比土豆还要多 所以它不仅可以作为蔬菜食用,还可以当作主食 平时用它来炒菜,做汤,或者是做糕点,尝起来口感鲜嫩,还带有一丝清甜 对身体来说也是好处多多 一般来说新鲜优质的豌豆外壳饱满,颜色是青绿色或者是墨绿色 如果豆颊颜色偏浅,绿意偏淡,那说明豆颊已经比较老了 我们还可以用手捏一下豌豆的外壳,捏起来如果沙沙作响,说明豌豆足够新鲜 如果买的是直接包好的豌豆粒,同样也可以用手捏的方式来判断 新鲜的豌豆通常用手是捏不开的,而老豌豆质地相对就会比较硬一些 用手一捏,明显就会变成两半 新鲜的豌豆想要长时间的存储,是直接冷冻还是需要焯水后再冷冻呢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用油炒一下再冷冻 其实这三种方法我都试过,不过我更偏向于焯水后再冷冻 直接冷冻的豌豆,长时间豌豆发干,口感发硬,颜色也会变暗 用油炒过以后再冷冻,相对口感也会发硬 而经过焯水的豌豆再冷冻,颜色翠绿,吃的时候口感和新鲜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异 操作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包完的豌豆用盐水浸泡清洗 这样可以去掉残留的虫卵 然后起锅烧水,烧开以后加入一勺盐 加盐能够锁住豌豆中的水分,也可以防止可溶性的营养物质流失 再倒入豌豆,开大火,用漏勺一边搅拌一边煮,让豌豆受热均匀 煮大概一分钟左右捞出来,然后放凉 也可以放到凉水中,多换几次水,让豌豆迅速冷却 这样有利于豌豆保持翠绿的颜色,不变黄 豌豆完全控干水分以后,按照每次吃的量,分装到保鲜袋中 排进保鲜袋中的空气,扎紧带口,放到冰箱冷冻即可 为什么豌豆需要煮一下在冷冻,效果就会比较好呢? 因为豌豆在加热煮制的过程中,破坏了豌豆中的氧化酶 这样即使冷冻半年也不会坏,并且颜色翠绿 吃的时候直接从冰箱拿出来,不需要解冻,直接烹饪就可以 那么豌豆要怎么吃,才更加营养健康呢? 豌豆所含的钙质和磷,在豆类食物中相对比较低 所以烹饪的时候,建议搭配一些高盖食材 比如像豆制品,鸡蛋,海带,木耳等等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 好了,趁着豌豆现在还新鲜,价格便宜,赶紧去吞一些吧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就点赞评论,关注我吧,拜拜 拜拜